由于第二波疫情的来袭,印度部分地区不得不进行了新一轮封锁,但是封锁过后,许多印度穷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困窘。 有报道显示,由于疫情如野伙般蔓延,很多人无法出门工作,穷人因此失去了收入,为了能患得口粮,有人甚至表示愿意卖肾。 据印度媒体报道,近日和妻子以及自己的五个孩子居住在德里的莫哈默·诺沙德表示,受新冠疫情的影响,他丢掉了之前的那份工作, 后来想尽办法依旧赚不到钱,现在他连孩子们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。 诺沙德表示,只要能给孩子们弄到食物,他就愿意卖掉自己的肾脏。 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,受第二波疫情的影响,超1500万个印度人失去了工作。 在这些人中,大部分是临时工,而失去了收入来源,或者收入下降之后,人们不得不购买一些便宜但却高糖和高热量的食物。 除此之外,学校的关闭,营养餐的停止供应,也加剧了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情况。 所以在疫情期间,印度穷人的粮食安全和饮食健康成了非常大的问题。 有媒体因此认为,在第二波疫情中,印度那些贫困的农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。 还有外媒表示,这场糟糕的疫情,简直就是全球最致命的一场灾难。 其实在这场疫情中,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,不论是谁,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,只不过穷人在面对疫情时更加无力招架罢了。 之前,有印度警察发现,部分贫民窟的儿童在疫情期间被迫劳动以换取报酬。 为了仅仅20卢比,他们需要工作数几个小时,打包1000包新冠柿子棉签,然后换取吃的。 不过,他们私自打包的新冠柿子棉签并不符合要求,所以有关方面并不允许他们再进行此类工作,于是就连1.8元那些穷人也赚不到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没有人不盼望着疫情早日结束,但很遗憾的是,这一现状并不容易得到改变。 据了解,印度因感染新冠而死的人早已经超过了30万。 更恐怖的是,根据一些研究机构的说法,印度疫情的真实数据比官方公布的甚至要高上几倍,并且现在印度每日新增病例依旧在10万以上,远超其他国家。 只要疫情不结束,那么印度人就很难脱离苦海。 在这波疫情中,已经有大约1700名儿童成为了孤儿,7400名儿童丧父或者丧母,之后这些孩子将何去何从? 而纵然有些孩子父母尚在,也依旧处境艰难,他们应该不曾想过,自己的双亲可能为了给他们换口吃的甚至要卖肾。 而谁又能想到,一场疫情就直接让印度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。 蜘蛛亦体瘾